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法者的生活频道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个题目 以前很久讲过 但我放下一段时间都没有讲过 就是催眠的个案 由于催眠中间的手法 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但是今天讲的个案 就是一个很经典 在我的客人当中的一个个案 就是关于童年如何影响到自己的将来 在催眠当中 是帮他回到童年的回忆片段解心结的 由于我要保护我的客人的资料 所以我不会讲太多的资料 那些性别可能都不一样 我现在就把这个事主叫做Chris Chris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他就是整天都提不起劲做任何事情 而他本身患有抑鬱症、惊控症 他一发作的时候 就不可以出家门口 甚至自己访门 所以他找我的时候 就很想解决人生 整个屁股的问题 然后就和他催眠 其实他高中就没有读的了 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 就觉得因为学校的压力 是令到他不可以继续读下去 所以他就是没有继续读书的 这个就是大家都以为的一个问题症所在 但是我帮他催眠的时候 就发觉 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这里 而是他小时候被人性侵过 不是一个很严重的性侵 但是类似于非礼 Chris当时只有10岁左右 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人 但是10岁的时候 他未有惊恐症 未有抑鬱病 到他什么时候才有呢 就是到他和他自亲说他被人非礼 而其实他被这个人非礼 那个人都是家里的成员 就是亲戚圈里的成员 而他的父母是选择息事宁人 是由那时候开始 Chris才开始有抑鬱症和惊恐症 大家就会觉得 他是不是很生气这个亲戚呢 其实不是的 我们在他童年的解决过程当中 发觉他最生气的是自己 他生气自己 10岁的自己没有离家出走 但是其实 20多岁的Chris 当然 一般人 我们就算是朋友 都会觉得 这个不是值得生气的原因 因为10岁离家出走 可能将来更加凄惨 但是原来在他内心深处 是和自己过不去 是生气自己 所以在催眠当中 帮他解决了这个结 所以在催眠当中 Chris催眠之后 我知道他跟随他的其中一个梦想 完成了 另外 其实他也没有跟我说 但原来他有一些厌食症 催眠之后 他突然之间胃口大开 然后就会吃完整个饭 这个是催眠的一个很典型的个案 有很多大过了的情绪问题 可能都是关于小时候 一些未治愈的情况 我仍然是继续做催眠的 如果大家想催眠 可以联络我 可以去我的IG找我 私讯我 或者留言也可以 我帮大家催眠 因为我在法国 其实我这几年 都是在网上帮大家催眠 一来可能是COVID 那时候都不可以面对面 二来我现在去了法国 所以其实我有很多client 都习惯了在网上催眠 催眠的集数未必是经常出现 但当我有感疑法的时候 有些个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会和大家说催眠的个案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